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这些材料就转到我这个粮食局的油脂公司 那么他们就成了专业组 那是个大案 然后就挖出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 就是我们那些同学 所以因为这个反革命小集团 这个案子还阴差阳错的 搞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批示 就是应当像我们这样一个低级的一般的工人 年轻工人 应当就在这个油脂公司 就是这个公司解决 但是因为我的外面的那些朋友不服 不服他们就帮我上告 说他们整我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那么而且这个不服 他们还采取了一些非常红卫兵的手法 就使得上层能够注意你这个案子 讲起来很有趣 就是他们以这个儿童的这个YY字上告信 就写给谢静怡阿姨手 对我知道 使得谢静怡能够拆 谢静怡就拆了 拆了果然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一个批示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我们自己培养 好像怎么可能说是什么把毛泽东的头给斩下来 当从篮球打 我们这个是这个要杀头的话 说你把毛泽东的头斩下来当从篮球打 实际上我们没有说过了 都是这个逼公信下面有一个朋友什么胡乱说 他现在也是中国满有名的作家 那么可以叫他的名字 叫叶小胜 是这个在上海的 萌芽杂志社工作的 那当然很重要的杂志 那么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案子越搞越大 就变成上海市委批了 黄少庸第三把手批了 说要重新进行复查 那个才造成了就是公安局的介入 因为那时候公安局还有些老干部 他们就分析说这个案子肯定是个假案 否则我就掉了头了 肯定被杀 你说你说这种话 说把毛泽东的头要斩下来 当成篮球来 那个拍表的一句话就够杀你的了 那么那些公安局的干部呢 当然我告诉他 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这个都是胡搞的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 刚才那个细节 你这个扛了个油桶 然后有一天是不是有一辆车找你 还是单位上找你去 那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先是给你个通知 说你不用扛了 就是我们给你办学习班了 你就封闭设学习班 那个封闭设学习班呢 还不是办在你这个油库了 是办在加定上海加定县的一个油库 就完全把你封闭起来 那么我当时就抗议 我说你有什么资格 我又不是反革命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呢 我就没有踩他们 我就上了这个车子 准备回上海了 就在这个车站给他们拦下来 就宣布对我进行 一关就是五年 你当时什么感觉 在七十的时候 那也是没有办法 是什么人 那个就是民兵 民兵那个是扛枪的民兵吗 不扛枪 但是我肯定是打不过他们 不扛枪 当然他们是有的时候也扛枪 比如说去战略啊什么 那么有的时候扛着什么长矛啊 上海有一个民兵指挥部吗 就这样开始这个五年 还是到了原来那个地方 没有 他是不会把你关到原来的地方 关在苏泽河旁边的 他那个公司的另外一个倡库 一个地下室 就你们公司的 是我们这个上海市粮食局油资公司 保卫科管理 不是 他专门有个专案组 有个专案组 那个专案组还是花了很多钱到 但是整个单位上只有一个人吗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说那些老的牛鬼神 都整得差不多了 对 那个作为现行反革命 就一打三反了 第一个是打现行反革命 救我一个人 救我一个人 厉害 那个时候很年轻 一经反革命 而且大会斗了好几次 隔离审查的时候 就是你一个人关在这个里面 一个人关在里面 这个是最糟糕的事情 如果说 就是我宁愿做监狱的 为什么做监狱可以交流啊 对对对 对不对 你想我第二次被他们抓起来 就安全局的那个是监狱 对 那个监狱就没有负担 旁边都是不停地跟你吹牛 对 我还了解了很多新鲜的事情 对 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个人在里面 那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多长时间 五年 哇 一个人得了五年 因为你得了五年 哇 谁在看你 二十四小时看你 二十四小时看你 因为他也没有专门的监狱嘛 他所以只好 他花了很多钱 都是那些老工人嘛 他 那你听得写材料 实际上呢 就是讲 这个五年呢 是我读书 我现在回忆 最读得进书的 看了最多 就是说 实际上研究的是什么呢 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因为只有两套 以这个名义才能拉到 是不是 第一个呢 就是毛选试卷 我是可以看的 第二个呢 就是马克思恩克斯选集 我是可以看的 还有一些列宁的书 我是可以看的 所以这个上海 在那个高考 77高考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政治 是考了满分的 就是比人政治是一百分 而且我进那个大学 那个时候 77大学都很牛的了 就是说 教授说 政治经济学 今天你到我再来考试 你只要通过免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到我再来 你如果通过 你就可以免试 我没有准备就进去 两门课都拿下来 所以我在大学里面 没有读过他的政治课 因为我比他懂得多 你选的是中文系是吧 中文系 那五年里面 你就是一个人在我晃游 就是 不晃游 就是一个桌子 一个桌子 多大的房子 很小 大概就是 这样 比这个还小一点 这里一个床 一个药筒 这里一个 大概就是到这里吧 这么 很小的 一个人 一个人 用五年这样 顾下来 这个没办法想象 就是你如果有书看 还是可以 后来呢 因为我跟他们绝食了几次 要去看报 后来就有报纸看 那个最大的一张报纸 给我觉得 我要待藏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的十大 十大张生桥 已经成为政治局常委 我一看这个张生桥 成为政治局常委 我想 恐怕还要待几年 因为他是我最主要反对的对象 当然不是张生桥 直接批示要抓我 对吧 但是这是个政治运动 五年以后 果不其然 我是1976年才 放出来 那个时候 是不是把粉色了 没有 那为什么把你放了 我就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 谢静怡做了批示 那个给我写这个 这封信的 有一个人 现在成为美国 很有名的学者 这个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知道 一个研究抗美援朝的 康奈尔大学的 讲座教授叫陈坚 陈坚 陈坚就是当时 帮我写信的字 那个时候的哥们 他后来到美国 陈坚是到康奈尔大学 现在在纽约大学 讲座教授 现在到纽约来碰碰 可以可以 他半年是在 中国半年在纽约大学 可以可以 我们这次开会都准备 请他来的 对对对 请他来 因为他也研究这个 当前的 是我的哥们 他当时就是模仿 这个一个 就是幼儿园的这个笔记 谢静怡阿姨寿 就这封信救了我 我知道 但这件事情 我还是有所想象 你们当年的讲话 对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这个 谢静怡这个 批识批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呢 就开始复查 因为我们不是 卷得很深的 我们是一些中学生 如果我们卷得很深的 和那些私人帮的什么 那么他们就是 这个复查的基层 因为那时候 许多老干部都解放了 他们最后的复查呢 就说 这是个无中生有的案子 他们没有什么 就是看看书嘛 但是总归是要一个面子吧 对不对 总不能把你就这么放纯 就是给你定了一个政治错误 讲了一些 对中央领导同志 说了一些不应当讲的话 所以呢 定位政治错误 我就是这样的方法 所以你们还知道 定下了这个 给你们定性的领导人 叫什么名字 这个定性的这个 给我们平反的呢 就是后来就知道了 叫做严又铭 这个公安部副部长 对 那么给我们定下来 放出来的 王少庸呢 第三把手 这个江城桥下来的 第三把手 王少庸 他们批的事 但是因为王少庸的批示呢 也造成了我 结果这个大学 只能读上海师范大学 读不了孵带 甚至读不了华中师范大学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 华国峰发了一个 二十三号文件 就是说所有时候 私人帮迫害的人 都可以平反 但是这个文件就是说 你原来在哪一届 给你定的 必须要哪一届 给你平反 那就糟糕了 我是上海市委定的 上海市委 怎么可能为你们 五个中学生 去开一个会 就不停地拖下去 这公安局的复查 早就结束了 但是呢 你七七去高考 你去考了 但是要录取你的时候呢 就没有学校愿意录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看 说这个人的档案那么高 对不对 那么还是没有平反 而且那个时候 真的是那些 公安局那个老干部不错 这个叫王平啊 已经过世了 文保处长 他就站在那个招生的台子 比如说这个许多台子 每一个学校过来谈 他就站在那里 来一个人 他就跟人说 这个人很不错啊 哎 你怎么什么回事 还没平反 他说很快就要平反 那我们总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平反书不行 最后到最后就招生 切切切招这个分 这个招生快结束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 上海师范大学 他要招两年制的中学老师 所以我开始是读了两年制 我后来再去回到师大 补了个本科文凭啊 那么讲起来也是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当时的上海师范大学 中文系的种子书籍 他叫周忠宁 那个人就是他帮了我 而帮了我以后 他立刻又作为私人帮的残杂语 也被归审查了 这很有趣的 这个周老师呢 他听了这个王平讲 说这个人非常不错 说考得又好 平均每分九十分 考得又好啊什么 政治精力还考了个满分啊什么 说你们一定要把他收下来 我们担保 那么那个周老师他就看 他说 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难道真有那么大的事吗 他说 那反正我们现在需要中学老师 两年制的嘛 他又不是出来做官 对不对 做个中学老师有什么 收进去再说 就这样的 我一直跟人家讲 我说 当年啊 不要说是这个大学浪我去 因为那个单位里面的环境 他总是把你当做反革命嘛 对吧 是 哪怕是个幼儿园找我去 我也就去了 我知道 就像离开云那样的单位 就像离开云那样的单位 而且他们当年恶力到什么程度 因为那些 十人帮的那些爪牙还在 他恶力到就说 当时的第一次的高考 我不知道何必你是不是记得 他还要求什么呢 要求本厂的老公人 作为评选 允许不允许你去考 他们就硬被允许过去考 那个后来还好 我们是在融化人民公社 那个人民公社的武装部部长 他管招生 但是他是上海中学的校友 那么我的一个上海中学的校友 陪着我踩了个自行车 路上还甩到帮里面去 浑身是泥到他家门口 说我就是要找你要个总考证 他也被感动了 我跟他说了这个事 因为是校友 他说没关系你明天来 我给你总考证 就是他给了我一个总考证 我才考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介意要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进了师大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写东西 做研究就是那么起步 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 要抢一个图书馆的位置 吃饭都五分钟吃完 赶紧奔得去抢一个图书馆的位置 那个时候不是图书馆的问题 也就是新华书店卖书 书里华自学重书 对吧 各种各种书 实际上要等待很长时间 对 那个时候的学习热潮 跟现在操武表演 对 你这个话讲对了 就是我现在看到 我那些学生啊 就是上课的时候 歪歪扭扭的 那个和我们当年那种 学习的热情怎么比啊 你说对吧 我们都恨不得把知识全部 吞到肚子里去啊 马上 对吧 那你当时候因为没有办法选择 如果有机会选择 你是不会选政治系啊 或者是历史系 我以前都是历史系 但是呢 而且这个讲起来 复旦把我们取 把档案收进去了 然后呢看完以后又退出来 对吧 那个华士大收进去了 都是历史系又退出来 最后一波就是上海市要招一些中学老师 两年制 所以我两年制毕业出来是到电大去教书 因为电大刚开嘛 需要人 所以好多学生都认识我 因为我在电大教书 他在电视上看的就这样 都比较熟悉 教了不少 就是电大都承认 我现在还有纽约 蔡老师的太太是我学生 就是我电大的学生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好不容易有了这个 就是七七级读了两年制 那么后来出来 我分到这个电大教书 他是讲你要凭讲师啊 凭什么教授啊 都要有本科嘛 那我就再回去 那个都是读一般的夜校 就是夜语的了 就读了一个本科文 对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 补了一个本科文 就补了一个上海师范大学的本科文 那是什么夜校 那是八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 然后你就开始写诗 写散文 写小说 还有写评论 因为你是 讲起来 我写评论 讲起来这个 也就是 刚才我讲到 就是说 有一个给我算命的一个老师啊 他是搞古典的研究 那么 他当时教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呢 我当时也是想写诗啊 写小说啊 都给他看过 他就看了以后呢 他也是 因为跟我很熟了 是我 我知道他得意门生了 他就说 你这个 诗和小说呢 都是一般的 但是呢 他 就是我写 也分析强林嫂 分析鲁迅 分析老舍 我的第一本 在中国大陆 成名作是 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 这个里面的本章 都是发在文学评论的 文学评论你知道吗 就是理论的第一届的刊物 那么 这个老师就说 他说你的特长在研究 你的这些论文啊 他说这个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能写出来 当然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大学生了 我去读书都是三十岁了呀 对不对 所以 他说呢 说你的方向应当是做研究 然后我听了他的这个话 那么 但是我心中一直是怀着一个就是要做历史研究 要做文革研究 那只有美国才有这个可能 只有美国才给了我这张书组 就我到了美国 但那个事已经把识你在了 就是你已经在作家协会工作了是吧 对 作家协会呢 它也不算是一个就是专着的工作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就作家协会有一个 做专业作家的创作家制度 就是你可以在什么地方工作 那么我就请创作家 因为我不停地有东西出来嘛 我就让作家协会不停地给我让学校请假 请了两三年 一半的时间呢 用来学英语 一半的时间嘛 就做那些研究啊 出生我决定 一定要到美国来的 快来的原因 就是八九明运发生了 那么当时的估计就是中国至少 有十年是黑暗时期 而这个十年呢 我要是炮在中国呢 也是个浪费 因为很多话你也不能讲 很多东西也不能写 那还不如出来留学 就是这样 所以一九八九年 六月二十七号 六月二十七号 那是非常紧张的时候 非常紧张 你怎么拿到签证了 签证 那个就是 当时的这个 我在作家协会嘛 就是这个 金大友 当时的上海的这个 总领事 副总领事 他经常是 这个 来和我们 打交道 对吧 那么 这个签证嘛 倒是我和我太太的签证 都是这个副总领事 帮的吗 他走了得小小 走了得小小 因为美国办签证 走后门 不那么营业的 不是 他是这样 他不是后门 他正式的 就是有一个推荐信 他这个推荐信啊 六四的时候 缠在我这个里面 我都下次睡不着觉 为什么呢 这个老兄竟然这么写 他说 宋先生到美国呢 他说一定是为 美国的文化 什么事业 做出贡献的 他说我断定 我说他是一个 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说在整个六四期间呢 他帮助我分析 中国的政治动态 哎呀 我怎么吓得半死啊 我拿了 但是我又不敢 不拿那个东西 对呀 因为万一签不出来呢 是 对不对 那么我还是拿了 那个中国的那个 雇员看完那个东西 那个就问 他说你和金大友 是什么 他叫Junks 他是一个英文的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母亲犹太人 他父亲是个英典 那有趣 那么我就说 我在做些工作 他从他做出来 因为他 那么那个人才没有 然后到了那个上海滩 签字最 最严那个叫黄毛 黄毛都是上海 有至少几万人要杀死他 因为那时候 不给他都拒绝吗 他一看 就就 我太太也算 他们签字也是 那么这个就是使得我到了本国 OK 你在我还有问一句 你在中国的事情 你在做些工作的时候 你应该在上海当时的主角很熟悉吧 对 对 你要问谁 当时的那些 你感觉 比如说像 王安逸啊 像王安逸啊 像王安逸啊 王安逸那个时候跟你年纪差不多吧 比我年轻 王安逸的作品 你觉得 还经得及一些时间考虑是吧 王安逸有一些作品 我还是蛮喜欢的 像本站那支《终点》啊 什么那些小说啊 短片 他的长篇呢 我都不认为成功 他后来尤其是用佛罗里达的那些 那些佛罗里达的那个分析 心理分析法 你知道他那些佛罗里达的书都是我给他的 我到了一次新加坡 我用这些 就是当时每个人出去发50美金 当然我也搞废了 那时候 我就在新加坡的中文书店 买了不少就是 这个翻页的那个书 当着他妈妈还在上海主席吗 卢志娟 对啊 卢志娟主席 那我觉得他都是就是 比较深套 比较就是说主题先行的那种写法 不是很重要 对这个上海的 这个上海 他写的活力活现 是陈乃善 陈乃善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银行家家庭出身写 我跟他也挺 那原来的 红卫兵的这个一个战友中间嘛 就是王小英 因为王小英虽然他跟我不是一个学校 但是他的丈夫叫王毅杰 解放日报总编的儿子 那个王毅杰 是原来我们这个就是中学的反对派的一个战友了 OK 你就到美国了 然后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休息一下吧 可以啊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 at Minjin News 脸书 facebook.com